我命由我不由天 苏木大唐三思马之一 本是个不是出的天才神师 拥有强大的三魂 同时他又是整个长安城最嚣张的顽固子弟 皇子都不放在眼里 可惜四年前得了头疼病 然而一次意外改变了这一切 八公子 这是你今月份的灵药 苏木面前 一个干巴巴的黄色灵药摆在了桌上 与其说这是灵药 不如说是一块带着些灵气的草药 这只是一块六年份的帝皇须 苏木皱眉 道 我的丹药呢 还有灵石呢 留着八字胡的管家笑眯眯的抿了抿嘴 道 您的丹药和灵石都被二公子拿走了 二公子说最近冲击境界 先借八公子的回头都给您个补上 没经过我允许 你就敢把我的东西给别人 苏木拳头紧紧一握 面色沉了下来 呦 八公子息怒 小的哪有这胆子 这不是二公子 说您答应的吗 再说 二公子和您是主卖血清 那里是什么外人吗 后勤管是一双小眼睛眯眯着 连连拱手 只是他的态度 就是瞎子都能看出其中的敷衍 你很好 苏木死死盯着那后勤管是看了一会 拿起桌子上的帝皇须 转身就走 在他身后的庞戏子弟 都连忙让出了一条路 看着苏木远远离开 哼 八公子现在连丹药都被二公子拿了 一个废物 用了也是浪费 以前八公子也是天才 欠 以前的事情有什么好说 从他得了那个怪病 这几年修为哪有一点进展 用了丹药也是浪费 看着苏木离开的背影 那管事也是眼神不屑 一个废物 就算是主家又如何 自己还真不信 他能怎么着自己 如今 二公子如日中天 讨好他得罪一个不被重视的废物 这乃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苏府后山 苏木正盘西坐在上面 与其说山 更不如说是一个大土堆 整个小山坡只有五六丈高 山上长满杂草 不过因为靠近苏府角落 所以倒是清静 平日连路过的人都没几个 苏木拿出那帝皇须 直接放在嘴里 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 这一幕若是被旁人看到 恐怕都会惊掉下巴 就算这帝皇须才六年分 但是也是货真价实的灵药 除了极少数灵药 其他都不能直接吞服 那样虽然能补充灵气 但是给身体带来的危害 和负担更大 很显然 连品级都没入的六年帝皇须 明显不属于那极少数 在吞了那帝皇须之后 苏木立刻拿出了八根中指长短 比发丝稍微粗一点的银针来 每一个指缝 苏木都夹住了一根银针 从头顶到下巴 苏木一一将那银针刺入自己身体 而体内那帝皇须所带的灵气 缓缓汇集到了苏木刺进体内的银针附近 此刻 苏木的脑袋微微肿起来 如同一个大头娃娃一般 只是随着苏木抽出银针 一股透明的气息 在灵气的裹挟下 直接冲了出来 而苏木的脸上 明显浮现一抹轻松 直到八根银针全部拔出来 苏木的脑袋也恢复了正常 而在他身边 那从他脑袋中冲出来的气息 却在山坡上营绕不散 只是此刻诡异的是 在他身体周围的草木 竟然在无风的情况下 轻轻摇晃 甚至有一朵白丁香 刺溜一下 苏木将自己的根在土地中抽出来 蹦蹦跳跳的来到苏木身边 如同小奶猫一般的 在他裤腿蹭了蹭 苏木笑了笑 轻轻摸了摸那白丁香的花瓣 道 芽芽今天又长高了 有没有听你松哥哥的话 那娇小的丁香蹦了蹦 爬到苏木的肩膀上 根须扎进他的衣领 娇嫩的花瓣 蹭了蹭苏木的伯格 老松 帮我清理下身子吧 逗弄了一会小牙牙 苏木来到那土坡上 唯一的一棵松树旁 坐了下来 嗯 在那松树上 突然张开一只深褐色的眼睛 一抹翠绿浓郁的液体 顺着苏木的眉心渗透了进去 主人的魂力又少了 用不了半年 恐怕就能彻底清除所有魂力了 闻言 苏木不有苦笑 此刻 随着他疗伤结束 整个山坡上的草木 都活泼了起来 一朵朵野花杂草 竟然如同动物一般 在山坡上奔跑 淡淡的荧光 在他们身上飘散 如同顽皮的精灵 这都是因为苏木 苏木通过银针疏导出来的 是他自己的魂力 这些魂力四年来凝聚在山坡上 让这些草木都成精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苏木是他们的缔造者 本质上和父亲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这些草木和普通的妖精比 多了草木之星 那是足以让妖精和丹师疯狂的至宝 这代价就是苏木所有的本源魂力 魂力不是任何人都有的 平常人修炼 只是从炼破镜开始 三魂牢固 居于石海 但是有的人天生三魂强大 一出的魂力会让人拥有独特的力量 更能挖掘三魂中的神秘力量 这种人就是神师 那是地位超然的修炼者 而且神师是天生的 很幸运 苏木就是其中之一 在四年前 他因为头痛 发现了自己三魂的强悍 但是他的三魂强过头了 他三魂已经开始压迫他的身体 若是不解决 第三次头痛 他的脑袋就会 砰的一声 被魂力爆掉 或许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自己被自己爆掉脑袋的神师 唯一的办法 就是彻底放空自己的魂力 在这期间 自己不仅无法修炼 还无法动用灵力 所幸 自己父亲就是一名药师 找到了驱除魂力的办法 只是四年前 他却莫名的失踪了 还好他留下了一本药经 让自己也找到了办法 但是魂力散尽 结果 就是自己神师的天赋 彻底消散 神师啊 那可是真正高高在上 让所有修饰捧着的存在 若是说放弃 心里还是有点失落 但是 苏木也是果断的人 在活着和神师之间 他还是清楚的选择了活着 只是让他头疼的是 在两个月后 拜月山就回来 自己父亲和拜月山的人 好像有什么关系 那边给了自己一个内门名额 不过 按照苏木对自己老爹的认识 多半是拜月山的大人物 被自己父亲 给治好了什么疑难杂症 自己那个不靠谱的老爹 放着顶尖的修行天赋不修行 偏偏迷上了 不入流的药师 当初差点气的爷爷 和他断绝关系 只是到时候 自己灵力还不能动用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就算是看自己父亲的面子 作为大唐三大派的第一宗门 拜月山 恐怕也不会收一个 不能动用灵力的废人 作为内门弟子吧 而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松树突然道 主人 天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嗯 苏木一愣 他抬头 在极其遥远的天边 一团火红的云彩 出现在了高空之中 这 流星 灵术 神通 苏木脑海中 才浮现出一个个疑问 就猛然脸色大变 不好 那东西 竟然冲着这里来了 明明距离这里极远 但是近乎瞬间就临近 苏木看到一个透明的人影 他的眉心长着一个 灿金色的树叶 正是那个眼睛 将他的身体包裹 抵挡着一股飞红的火焰 而那个火焰的来源 就是 那影子背后的一笔箭矢 主人 呀呀 眼看那箭矢临近 那松树 猛然一把 整个挡在了苏木身前 肩膀上娇小的白丁香 也直接爬到了苏木的脸上 朝着前面张开自己 不过只肚大小的花瓣 哄 不 随着一声巨响 苏木看到身前的松树 瞬间变成了一抹焦炭 飞红的火焰遮蔽了 他所有视线 他一把揪下小牙牙 死死捂在怀里 下一瞬间 一根灼热飞红的箭矢 带着让人魂魄战力的气息 刺进了苏木心口 痛 不痛 此刻 苏木并没有被力气贯穿的剧痛 但是他仿佛感觉自己 身处于一片烈焰之中 在自己体内 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在汹涌 仿佛自己每一滴血液 都化为了烈火 那不是痛 而是极度的干涸 他感觉自己 像一条河 在灼烈的阳光下 慢慢干裂 就在苏木感觉自己要死的时候 在自己眉心 突然涌现出一股清凉 而随着这股清凉 自己那庞大的魂力突然拼命地消散了起来 那是一股金色的魂力 苏木看到 那灿金色的魂力带着一股魂厚的力量 将他的所有魂力排列成繁杂晦色的皱纹 拼命地和自己心脏处的灼热抗衡 但是自己心脏 却变成了诡异的血红 在心脏上 更是生长出了两根古怪的肉脚 随着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苏木都能感受到 一股庞大的灵气涌入血液 化为难以言喻的灼热 疯狂地撕扯那灿金色的皱纹 随着每一次心脏的跳动 苏木都能感到自己血管经脉更加脆弱 心脏涌出的灵气太恐怖了 自己根本不能抵抗 用不了几次 恐怕自己的经脉血管就会直接爆掉 而那金色的魂力根本抵抗不了 苏木不由苦笑 恐怕魂力消失的时候 就是自己死期吧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被犯着金色光韵的箭矢击中 不曾想因祸得福 身体和力量都得到了提升 鸭鸭和老松也任性化 就在刚刚苏木眼看着魂力就要溃败 突然一股清凉干裂的味道涌入自己体内 苏木心头一动 这个气息他太熟悉了 是草木之星 这四年来他生吞灵药 靠的就是草木之星排出体内杂质 一抹翠绿之色出现在了苏木体内 在他的额头眉心 那原本散发出金色魂力的光团 微微一颤 翠绿的草木灵气被他全部吸收 下一刻 那金色之中竟然睁开了一条缝隙 一根如同实体般的金线 在那裂缝中流淌了出来 那金线吸收了草木之星 在灼热的灵血中逆流而上 直接刺入了苏木心脏 那金线在草木之星的滋润下 仿佛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 如同一张巨网 化为无穷金色皱纹 将苏木的心脏笼罩了起来 随着心脏被封印 那在苏木心房上生长出的肉脚 也缓缓消失 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爽和清凉 猛然在苏木的身上涌现 那是他前所未有的轻松 如身处云端 展翅欲飞 苏木眼睛微微一动 耳边就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醒了醒了 呀呀 身体的控制恢复了 苏木感觉有人抱着自己 软软的 很舒服 苏木缓缓张开眼睛 看到的是一个 人 苏木感觉自己可能是眼花了 自己面前站着一个人 只是这个人全身穿着黑衣服 也就罢了 为啥还戴着黑面罩 只是下一刻 自己面前的这张漆黑的脸 咧嘴一笑 道 主人 苏木眨了眨眼 试探道 老松 呀呀 突然 一个白嫩的小手 在苏木的脸上摸了摸 一张瓷娃娃一般 带着点儿婴儿肥的小脸蛋 出现在了苏木面前 小丫头 皮肤如同象牙一般精致 一双漆黑的大眼睛呼上呼闪 笑起来 眼睛眯眯成一对 可爱的月牙 这是 牙牙 苏木坐起身子 看着自己面前的两个人 不由愣了 一个浑身漆黑的光头男子 一个瓷娃娃般的三四岁女童 苏木眼中 还带着一丝茫然道 这是 什么情况 面前的黑光头 也是挠了挠头 道 我也不清楚 那之前的射过来的箭矢上 除了火灵器 还带有一种古怪的魂力 本源魂力 本源魂力 苏木眉头一皱 什么是本源魂力 苏木之前散发的就是 那是不可恢复的 苏木若不是为了活命 绝对不会那样做 那会给三魂带来永久性的损伤 老松点了点头 道 嗯 没错 按照主人给我们散发的频率来看 我们想要化形 至少还要吸收十年 但是那个箭矢上 所带有的本源魂力 直接就促使了我和牙牙化形了 苏木点了点头 道 其他的牧铃呢 老松张开口 他的嘴巴猛然裂开到嘴角 道 在我肚子里 苏木看着自己面前的人 嘴巴直接裂到耳根 下巴垂到胸口 喉咙里散发着幽绿色的光 不由道 好的我知道了 不过以后不要这样 有问题吗 老松嘴巴发出咔嚓声 慢慢合拢 苏木揉了揉额头 道 哟 你这样的操作 一般人做不出来 看了看怀里的牙牙 道 尽量不要做些夸张的动作 多观察一下普通人的行动 还有 你能变出来一身衣服吗 我不太适应一个男人在我面前裸着 就算你黑的看不出来 老松琢磨着苏木的意思 挥手间变出来一身草绿色的长袍 苏木张了张口 还是没说什么 毕竟老松刚化成人形 还没有什么审美 只是 一个浑身皮肤焦黑的人 穿着一身翠绿 着实辣眼睛 你的皮肤 是什么情况 老松文言 摆了摆手道 烧焦了 不过 我能感觉出来 有这一层黑皮在 我可能不会怕火了 哦 苏木眼神一闪 道 什么意思 就是被烧了之后 我突然对火灵气 有很大的倾和力 说着 老松伸出手 天地间灵气涌动 扑呲一声 一抹橙红色的火焰 就在他手中涌出 哪怕是苏木 也经不住瞪大了眼睛 所有草木精灵 最怕的就是火 这天底下 还从没听说过 有能控火的木灵 你确定就是这里 绝对的 六公子 刚才那抹带着灵气的火光 就是在这边土坡上 哎 好浓郁的火灵气 难道真的是有什么宝贝 突然 一阵谈话声传来 苏木眉头一皱 转头就看到三个人 朝着土坡上走了上来 嗯 只是随着那三人上来 苏木眼神有些古怪 这三个家伙 怎么变矮了 来的人是自己五姑的儿子 柳狐和两个庞戏子弟 只是原本身高和自己应该差不多的柳狐 此刻看起来 不过才到自己腰间的位置 嗯 柳狐带着两个跟班上来 看到苏木等人也是一愣 玄机鹤道 你们是什么人 苏木震过身子 道 你不认识我 咕噜 柳狐感受着地面的震动 吞了吞口水 在自己面前 一个八尺多高的黑皮怪 一个像是正常人 但是身高更是足有一丈的巨人冷冷地看着自己 任谁一时间也心头发战 在所有修饰的认知中 体型和力量永远是成正名的 我怎么认识你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了 一场意外苏木因祸得福 竟然恢复了神师的能力 鸭鸭和老松也化形成人 三人身形也巨大化 攀谈间 发现异状的柳狐带着护从赶来 见到身形巨大化的三人 竟然一时没有认出苏木 被柳狐身上灵气弥散 故作镇定道 不管你是何方妖孽 擅闯苏服 最无可恕 随着柳狐灵气激荡 他感觉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巨人 竟然身上没有灵气 没有灵气 没有灵气再大又有什么用 此刻柳狐是真的镇定了下来 而他两边的旁系道 这个山坡只有一条路 若是真的有宝贝 定然在这三个人身上 没错 这里的灵气浓度太高了 之前必定有宝贝 闻言 柳狐脸上也浮现出了一抹贪婪之色 道 你们几个 交出宝贝 老老实实地跟我行房走一趟 我们没有宝贝 苏木打量着柳狐三人 心头越发古怪 这三个祸不仅变矮了 还不认识自己了 呵呵 没有 那就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柳狐手心灵气一闪 直接朝着苏木一拳打来 分水尽 这是凡街夏品灵爵 这一拳下去 就算是这个巨人 只要没有灵气护体 柳狐也有把握 让他跪下 只是还不等苏木动手 站在苏木身后的老松 猛然踏前 退下 随着老松一声呼喊 他整个胸膛猛然爆开 肋骨间一股汹涌的翠绿灵气 瞬间轰出 那原本气势如红的柳狐当即 面色大变 他能够感受到那灵气的强度 那绝对是炼破近巅峰的水准 自己这种炼破四层的存在 恐怕擦着就是死 不 碰 连带着后面的两个旁戏 都被老松这一波大招轰下了山坡 不 吐出一口血 柳狐满脸愕然 自己没死 那可是炼破巅峰的一击 只是在让他上去 柳狐却是没了胆子 一个旁戏爬起来道 宝贝 定然在这几个妖怪手里 啪 柳狐一巴掌甩在旁戏的脸上 发泄道 还有你说 那旁戏捂着脸 眼中闪过一丝羞辱 但是却一句不敢多说 苏家主卖旁戏的地位 可是天差地别 柳狐狠狠地看了山坡一眼 道 走 叫人 敢闯苏府的妖怪 还从来没有胡人出去过的 山坡上 看着柳狐带着两个旁戏 连滚带爬的离开 苏木知道 这回 恐怕是惹上麻烦事了苏木 不由揉了揉脑袋 道 老松 商量个事 主人有何吩咐 看着老松胸腔裂开 肋骨暴露在外 苏木不由道 以后打架 不要动不动就开膛破度的好吗 好吧 老松不情不愿地闭上胸腔 退了回来 他没有化为人形之前 唯一的灵力攻击手段 就是裂开主干 喷涌灵气 就算是化为人形 一时间习惯也改不掉 而苏木此刻 却是打量着 比自己矮了小半个身子的老松道 多高 按照人类的计量 应该是八尺 果然 苏木不由嘴角抽了抽 一尺三十厘米 老松八尺还比自己矮那么多 那自己身高至少一丈 不是柳狐他们矮了 是自己变成巨人了 毛巫中 呀呀 抱着牙牙 苏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柳狐三个人 没认出来自己了 自己虽然没像老松那样被烧焦 但是也差不多了 在自己的脸上 满是漆黑 洗了洗才露出真容 而自己变大的原因 在照镜子的瞬间 苏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神师 自己 成为了神师 苏木看着铜镜中 自己左眼里面珠网般晦色的皱纹 知道 那就是神徒了 没有传闻中的痛不欲生 没有传闻中的声势浩大 更没有传说中 觉醒神师的生死危机 自己就这样稀里糊涂的 成为了一名神师 只是自己的魂力 不应该都消散一空了吗 苏木心下古怪 闭目探查 是他 感受了一下自己尸海 苏木看到 那金色的树眼 散发出淡淡的金丝 金丝连接着自己的一个三魂 一股骨魂力在魂魄中阴晕出来 这是 在帮自己疏导魂力吗 苏木想到了之前的情形 摸了摸自己的心脏 他记得 在草木之心的滋润帮助下 树眼将那箭矩 镇压了下去 就封印在了自己心脏 很显然 那个树眼 留在了自己的尸海中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苏木想不明白 但是至少现在看来 那东西 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坏处 苏木神念一动 左眼中 皱纹缓缓消散 而随着他的身子缩小 血肉中 一股灵气渗透了出来 回归了经脉之中 睁开眼睛 苏木难难道 这个神徒 是血肉神通吗 九成九的人 天生三魂封闭 是没有资格成为神师的 只能从七魄开始 走正统的修炼路子 从炼破境开始 修炼破七层三的阶段 灵肉七 灵勇七 灵元七 炼破巅峰之后 若是有机缘得到 心法 则有机会 迈入那万人仰视的心灯境 而成为神师 地位远远凌驾于 普通修炼者 神师修炼三魂 不过是随机的 三魂分为胎光 爽灵 幽精 也称元神 阳神 阴神 神师的三个阶段 看的就是 觉醒魂魄的多少 每一个魂魄觉醒 都是随机的 对应修行的两大境界 胎光是掌控人 神念意志的存在 若是觉醒这一魂 多半是极其强悍 鬼秘莫测的大树神通 而爽灵 则是代表着 人的智慧和元神 这一魂觉醒 多是精神和法术类神通 幽精 则代表了人的欲望 和肉体生机 这一魂觉醒 多是爆发类 和肉体神通 很显然 自己觉醒的第一魂 就是幽精英神 苏木尝出了一口气 四年的疗伤 隐忍 一朝恢复 他并没有太过激动 或许是这些年 和木灵相处 沾染上了他们的一丝淡薄性 但是 那种浴火重生的感觉 却是让苏木的血液 隐隐发烫 不过 相对于神师的觉醒 更让他兴奋的是 自己体内的饥渴 压迫了自己四年的魂力消散 新生的魂力 在金色树眼的调解下 清明安静 自己四年 不敢动用灵力的经络 都仿佛 快饿死的人 迫不及待地想要吞吃灵气 苏木能够感受到 自己现在若是能有足够的灵气 至少能恢复四年前的实力 四年不动用灵力 苏木实力不尽反退 从当年的炼破三层 已经退化为了炼破一层 炼破镜 是修行的第一境界 炼破镜 是引灵气入七脏 巩固气魄与肉体结合 而修炼之路 逢三为结 每三层 都是一道大坎 炼破镜前三层 就是灵肉七 即灵气被肉体禁锢 但是会滋润肉身 极大的提高人身体素质 中三层为灵勇七 在这一个级别中的人 已经足以成为高手 因为这时候 已经可以灵气外放 武学在这种高手手中 也会附带上孔度的灵气 威力尤其惊人 这种人 在军队中 已经足以成为百人敌 中三层之后 则是炼破巅峰 也就是炼破境界的最后一层 炼破巅峰 便是所谓的灵源七 这时肉体和灵气抱缘归一 混缘一体 一举一动 比之灵勇七 更是强大数倍 灵源七的强者 灵气化为原刚护体 若是上了战场 在灵气耗尽之前 近乎无敌 而在炼破七之后的新登镜 更是所有繁俗之人 奢求的终极目标 若是想要突破灵源七 进入新登 必须要与之匹配的 新法 对于苏木来说 那个境界还有些遥远 整个大堂的新登镜 世俗中寥寥无几 苏木感受着自己的状态 他知道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自己踏入灵肉后期 轻而易举 你确定有人就在这附近 确定 刚才两个妖怪带着一个女童 就在之前出现宝贝的山坡上 那土坡上 原本都是杂草 现在干干净净 空气中的火灵气也做不得假 在附近找找看 听到房外的声音 苏木看着老松 道 找你们的 老松道 宝贝在你身上 找你的 苏木无所谓的摊了摊手 那古怪的树眼 已经跑自己体内了 坡上也没什么东西 他们想找就找去吧 对了 其他木灵怎么办 找个地方 将他们栽下去 他们一部分 只是有简单的意识 还没有开灵 除了可以走动 和普通的植物差别不大 那 碰 苏木刚要开口 自己院子里的房门 猛然间 就被人直接暴力地踹开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 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曾经的长安天 才神师苏木 因为一场病 失去了神师能力 被受欺辱 一场意外 让他回复了神师能力 同时也让压压老松人行话 碰 苏木刚要开口 自己院子里的房门 猛然间 就被人直接暴力地踹开 看着柳狐带着三个人走进来 苏木不由皱起眉头 他示意老松抱着牙牙 自己走了出去 打坏了房门 是要赔钱的 苏木一身换好的白衣 看着闯入院子的柳狐等人 慢吞吞地走了出去 淡淡开口 柳狐闻言打量了他一眼 讽刺道 哟 咱们苏府的大天才 怎么住这个地方 他看着院子里 还种着一些蔬菜水果 摆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由呲笑 我说老八 你好歹也是主家 住这种和猪窝差不多的地方 不嫌丢人 苏木冷冷看了他一眼 道 怎么 你有意见 苏木的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柳狐心头不禁 咯噔一下 当年苏木还没得病的时候 可以长安一霸 自己那时候 可是没少被他欺负 但是片刻 柳狐就仗红了脸 自己竟然被这个废物吓到了 他四年前 就不能动用灵力了 如今四年过去 就算是自己 也比他强了 凭什么怕他 呵呵 对 我有意见 柳狐嘲讽道 之前府中有妖怪出没 我怀疑他们藏在你这 所以 要搜查一下 说着 柳狐拿起一个瓷罐 直接摔碎 看都不看一眼 道 来 一点都别给我放过 好好查一遍 柳狐肆无忌惮 看着苏木的眼神 充满了嘲讽 感受着柳狐的张狂 苏木心头冷笑 苏木踏前一步 淡淡道 行堂的告书在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来送 看着苏木淡薄的样子 柳狐心头愈加阴沉 明明一个废物 还要摆出这种嘴脸 凭什么 柳狐音惨惨一笑 道 就凭这个 浓郁的灵力 瞬间汇聚在他的手心 两股灵气 如同鱿鱼一般的浮现 凡阶下瓶 分水计 只是让他失望的是 在苏木脸上 他完全没有看出 任何惊恐和害怕 苏木恍若未闻 道 在我的地方主动挑事 按照规矩 我打残了你 也没人追究 打残 柳狐先是一愣 旋即 哈哈哈哈大笑道 就凭你 八公子 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 八公子 我看您还是道歉吧 跪下给六公子 好好说道说道 都是亲兄弟 怎么也能饶了你呢 柳狐听着身边旁戏的话 心头舒畅 不过却是细血道 那可不行 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贵一次可不行 至少 让他丢贵安一个月 贵安 苏木听了柳狐嚣张的话语 冷冷道 你也配 柳狐面色一变 阴森道 呦 还真当自己是个东西 一个废物 还敢嘴硬 柳狐身上灵气盎然 灵肉中气的修为 崭露无遗 他直接一拳打向苏木的胸膛 阴森森道 我倒是要看看 咱们长安第一天才 今天能挡我一拳吗 如今家主闭关 苏木父亲失踪 当家的是二伯 那位 可是一直盼着苏木去死的 此刻 苏木面无表情 他瞥了一眼 那在柳狐身后 看戏一般的三个旁戏 直接一拳赢了上去 来得好 柳狐大喝一声 谁不知道 如今的苏木 是个修为停滞的废物 想到这个当年的长安第一天才 今天要被自己一拳打怕 这让在苏府一直不受待见的柳狐 涌起了一股病态的兴奋 只是在碰撞的瞬间 一变突生 苏木张开眼睛 他瞳中神徒闪动 晦涩繁杂的皱纹 如珠网般在他眼中闪烁 如同荒芜的大地 瞬间绽放万情莽灵 凶悍 灵力 古老 苏木的身体 肉眼可见地膨胀了起来 化为一丈巨人 他轻轻呼吸 鼻孔中喷涌出灼热的白色气流 神徒勾勒的皱纹化为两个字 在他脑海中轰鸣 龙像 吼 一声似龙似虎的胸吼 仿如在虚空中乍响 苏木砂锅般巨大的拳头 在柳湖骇然的目光中 和他狠狠砸在了一起 碰 啊呀 剧烈的灵气波纹轰裂而出 一个身影猛然倒飞出去 六公子 那两个庞系大惊 倒飞出去的人 竟然是柳湖 此刻的柳湖 面容扭曲 整个右手 已经没有了人形 拳头连同小臂 在苏木恐怖的力量下 几乎粉碎 如同拍烂挂在上臂的红色泥浆 疼啊 救我 灵肉中气的修为 在苏木爆发出的蛮镜下 脆的和纸一般 柳湖一个养尊处优的主家弟子 那里受过这个痛苦 手臂粉碎 如同肉泥般的样子 让他整个人疼得浑身抽搐 在地上哀嚎翻滚 肉体上的痛苦还是低的 眼睁睁看着自己手臂化为红白相间的烂肉 那恐怖的心理压力更为可怕 公 公子 两个庞戏也傻了 而此刻 沉重的脚步声 如同闷雷般响起 院子里 一个赤裸着上身 下身也不过挂着点布片的巨人走了出来 正是苏木 他的衣袍 在神通之后 彻底破了 第一次主动施展神通 他还没能控制好 看着呼吸间 喷出白色气流 巨人般的苏木 柳湖彻底傻了 你 之前土坡上 就是你 苏木道 正是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胡柳来到苏木住处界寻找灵物 把刚才在后山的火发在苏木身上 不想这次踢到铁板上了 回复神师力量的苏木硬刚了胡柳一击 不想胡柳的胳膊就废了 这时 住手 一直站在旁边的第三个庞戏子弟 大步走上来 他是被柳胡叫来震场子的 若是有什么变故 他会立刻捏碎传音御牌 叫他的大哥过来 哪怕苏木是主家 他的声音 却也是带着一抹轻蔑道 放开七公子 全当给我个面子 你 苏木淡淡道 你是庞戏吧 你没这面子 你 听到苏木赤裸裸的羞辱 那男子面色一边 冷冷道 我是苏浩 我哥哥苏莽 八公子 当真不给面子 咔 嗯嗯嗯 苏木伸手 巨大的手掌 铁钳一般 扣上了苏浩的脖子 将他直接拎起来 我不过四年没怎么走动 苏府的庞戏 都敢这么给主家说话了 浩哥 看到苏木提起苏浩 那两个庞戏 甚至比看到柳胡 被打残更紧张 呵呵 那苏浩竟然丝毫不紧张 他死死掰开着苏木的手 摸着腰间的玉牌 狠狠道 给你三个呼吸 不放下小爷我 就等着给自己收尸吧 苏木眉头挑了挑 现在庞戏 都这么狂吗 而苏浩冷笑 苏木这中他见多了 尤其是柳胡柳青这两兄弟 都是主家 被自己威胁 都要老老实实的 谁让自己大哥 是天才 哪怕是庞戏 也有傲气的资本 他不信苏木 这个落魄的主家子弟 真的感动自己 三 二 一 咔嚓 一声脆响 苏木已经将那他的脖子捏断了 毫不拖泥带水 到死 苏浩的眼睛 还死死的瞪出眼眶 他的手还摸在玉牌之上 但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捏碎 他完全想不到 自己竟然会死 竟然有人敢杀自己 不 旁边的两个人 旁戏面色大变 如同死的是 自己清歌一样 面色惨白 毫无血色 苏木冷冷白手 将苏浩的尸体 甩在地上你 你怎么敢 苏木踩断柳胡另一只脚 淡淡道 我怎么不敢 你信不信 我也敢杀了你 不 柳胡愣了愣 他看出了苏木眼中的杀意 禁不住心神俱颤 他是真有杀自己的念头 一瞬间 苏木的形象 在柳胡眼中 终于替换位了四年前 那无法无天的长安第一天才他 回来了 在那样的他面前 自己只不过是个蝼蚁 柳胡一把抱住苏木的大腿 替四横流道 我是你表哥呀 我娘是你亲姑姑 你不能杀我不能 对 外公不会允许的 柳胡面露惊恐 但是眼中却是带一丝阴毒 但是 看了苏浩的尸体 他眼中的惶恐之色更瘦 他一把抱住苏木的裤腿 求求你 八弟 饶了哥哥这一次 对 这里有宝贝 我能找到 找到了我送你 看着他那摇尾起饶的样子 苏木面露厌恶 将其一脚踹开 道 滚 柳胡不敢多嘴 另外两个庞戏 一个扶着柳胡 一个抬着苏浩的尸体 狼狈而去 走远之后 四肢竟飞的柳胡面色苍白 心头的屈辱 愈发澎湃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抹残忍 死 我要他死 剧烈的疼痛 让他的面容都扭曲了起来 而两个庞戏子弟 更是面色惨白 苏浩死了 这下完了 苏浩不是什么人物 但是他哥哥 可是 庞戏重了不得的天才 仅凭庞戏那点资源 就冲上了半不灵勇气 在整个苏家 那可是仅次于苏梁的天才 也就是受限于庞戏的出身 否则 苏家如今的第一天才是谁 还说不好 他弟弟在自己面前死了 或许他不敢迁怒主家的柳湖 但是自己两个 被他迁怒打残 都有可能 柳 柳大哥 你要救救我们两个 苏浩死了 苏莽怕不会放过我们 柳湖文言 冷冷道 可以 但是你们 要给我做一件事 柳大哥 你说 去找二哥 就说苏木觉醒了神师 在他房子里 还有一个智宝 柳湖脸色阴沉 道 你们两个 去给二哥说 发誓你们亲眼看到 苏木靠那宝贝 觉醒了神师 这 两个庞戏 也不是傻子 这明显就是要让自己两个编造事情 诱骗苏梁对苏木出手 要是真有宝贝还好说 要是没有 自己两个的下场 可能比被苏莽迁怒更惨 苏梁 那才是如今苏家的天之骄子 废物 看着两个庞戏的胆怯 柳湖骂道 你们是瞎了眼吗 刚才苏木施展神通的样子 不就是之前在土坡上看到的巨人吗 之前他脸上都是黑灰 加上身子变大 没认出来 在他身边 还有一个黑皮光头和一个女童 都从来没在苏府见过 其中绝对有问题 无论如何 二公子知道苏木成为了神师 一定会找上门去 可是 看到两个庞戏还想推脱 柳湖眼神冰冷 淡淡道 我也不勉强你们两个 不做的话 我会告诉苏莽 是你们两个害死了苏浩 不 我们马上就去 府别院 书房 苏梁坐在桌子上 看着两个退下的旁戏 一言不发 在他旁边 一个身穿黄色净装的男子 开口道 公子怎么看 苏梁一身紫袍 用玉线刺绣着两爪的白龙 他一对柳眉狭长 双眼如刀锋般凌厉 瞳孔黑白分明 高挺的鼻梁下 单薄的嘴唇 让他看起来有些阴郁 这两个东西没胆子骗我 苏梁轻轻敲打桌面道 至少我那八弟成为神师 恐怕是真的 那公子的意思 苏梁看向门外 淡淡道 拜月山还有多久过来 两个月 苏梁沉默 拜月山那门名额 是苏穆父亲留下的 他废了 这个名额可以是苏家的 但是他若是能够修炼 名义上 这个名额还是属于他的 拜月山 那可是大唐最顶尖的宗门 哪怕是今年秋天 会有三大派选拔弟子 入门的也只是记名弟子 展现出天赋 才能成为外门弟子 外门弟子不断地做任务 累计功劳 才能兑换身份为正式弟子 而内门弟子更是在正式弟子之上 一个天赋中上的人 至少也要五六年 才能成为正式弟子 内门子弟 那更是遥遥无期 那怕是对于苏家之众 在世俗达到巅峰的三宫望湖 一个拜月山内门名额 也绝对是一步登天 须知 苏家能百年不衰 四十三宫 靠的就是残酷的主旁制度 家族分主家庞系 庞系在主家眼里 仅仅是比下人更好一点罢了 若是进入拜月山内门 自己父亲成为下一任家主 自己一脉成为主家 几乎就是铁板上钉钉子了 苏良目光清冷 手指轻轻敲打着桌子道 金叔 现在去柴房呢 帮我把八弟请过来吧 多带几个人 别让闲人看到 是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打残上门闹事的胡柳 打死咄咄逼人的庞系苏浩 回到屋内 这是什么情况 苏木自己现在的实力 因为多年未修炼 已经退不到了炼破一层 也就是灵肉前期 而点燃神徒 施展神通之后 灵肉中期的柳浦 在自己手上 根本不堪一击 很显然 自己的魂力 要比自己现在的灵力强得多 而神师的境界 自己却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之所以 必须尽快出门 去神阁一趟了 神阁 才是了解神师的专业地点 那是全部由神师组成的组织 任何新晋神师 都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帮助 张开眼睛 牙牙圆嘟嘟的小脸蛋 就趴在自己面前 苏木轻轻一笑 经不住揉了揉 呀呀 牙牙享受的闭上眼睛 蹭到苏木怀里 对了 老松 你现在什么境界 老松思索了一下 倒 应该是练破巅峰 哦 苏木眉头一挑 老松的境界 有点出乎苏木预料 主要是我被烧焦的时候 那见识上的灵气 渗入了我的体内 不过 我现在灵力很弱 还在融合 融合 嗯 老松点了点头 道 我现在身体里的木灵气 和火灵气 在融合 在他们融合之前 我恐怕没有什么战斗力 之前那个 练破二层的小子 我全力一击 也只是将他吹飞 基本没什么伤势 若是融合结束 我全力一击 能让他直接蒸发 火和木结合 苏木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好奇之色 原本相克的两个属性竟然融合 苏木还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 而且 仅仅是烧焦产生的灵气 就让老松直接飙升到 炼破巅峰的灵源七 这件事 到底是有多海量的灵气 苏木可是知道 在突破灵肉七 进入灵勇之后 需要的灵气 立刻就是灵肉七的数倍 更何况炼破巅峰的灵源七 要几天 三天 苏木摸了摸下巴 道 需要我做什么 可以的话 主人最好给我找几份火属性功法 我对他们并不熟悉 苏木点头 他突然想到 自己也已经有好几年 没去灵爵塔了 不由站起身道 正好 我也过去看看 晚上给你带过来 好 苏木揉了揉牙牙的小脑袋 让老松看好他 便转身出去了 牙牙 牙牙冲着苏木挥了挥手 他的耳朵尖 还是花瓣的形状 星星点点的翠绿 剑断的在空气中飘散 看起来如同娇嫩的花间精灵 无比惹人恋爱 苏木离开院子 先朝着后勤管室那里走去 苏府内的灵爵塔 是需要时间的 庞系 每年可以借阅两本 在灵爵塔停留七天 主家每年可以借阅五十本 在灵爵塔停留一百天 这就是主家和庞系的差距 无论生活还是修炼 都是天差地点 而灵爵塔 还是整个苏府最佳的修炼圣地 在灵爵塔里 有一面观灵台 那是苏家历代高手 修炼灵爵大成后 才有资格留下的印记 能给修行灵爵的人 带来极大的感悟 而且 为了让观灵印长久保存 那里更是花费重金 设计了聚灵阵 虽然灵器主要为了保护观灵印 但是在其中修炼 灵器也比外界丰富五常 后卿大院就在东边 每天都少不了人排队 一路上人不少人认出了苏木来 但是也没人故意犯件招惹 苏木虽然落魄 但是只要苏木爷爷还是家主 他就是主家的人 主家也不用排队 苏木直接大步走到了柜子前面 你 那后勤管事一眼就看到了苏木 他呲笑着摆了摆手道 才领了这个月的灵药 八公子还来干嘛 苏木已在座子上 仿佛没看到管事眼中的不屑 淡淡道 给我拿灵爵塔的时间牌 闻言 那管事似笑非笑道 呦 原来八公子是要修炼呢 我给公子看看 说着 那管事抽出一个竹简 胡乱翻了翻 道 哎呦 可真不巧 八公子 您的时间被二公子拿去赏赐吓人了 后勤管事脸上带着一抹不屑 讥讽道 咱们苏府的修炼时间可是金贵的很呢 二公子拿去 其实比给您个更合适 你说对吧 赏赐给庞戏 脑好还能有点动静 总比放在公子手里发美好吧 闻言 周围的庞戏发出阵阵哄笑 这个世界 终究是实力为尊 一个废物 就算是主家也不可能被重审 而且 一旦苏良父亲继承家主 其他的主家 包括苏木 立刻就会沦为庞戏 苏木看着后勤管事笑眯眯的嘴脸 心头冷笑 这个家伙 恐怕已经是二部的人了 苏木笑了 他点了点头 走上来对那后勤管事道 管事说的有道理 那管事 听着苏木的话 眼中轻蔑毫不遮掩 却还故作李泰 似笑非笑道 哪里哪里 咱还是按照规矩做事 还是八公子宽宏大量 为苏家贡 砰 一声闷响 所有在旁边哄笑的庞戏 都呆滞了 在前面 原本看起来服软的苏木 竟然一把扯过那管事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砸在了桌子上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恢复神师能力的苏木 决定去灵爵塔 给老松寻找合适的功法 不想来到灵爵塔 竟再次被后勤管事 刁难欺辱 这次苏木也没惯着他 砰 一声闷响 所有在旁边哄笑的庞戏 都呆滞了 在前面 原本看起来服软的苏木 竟然一把扯过那管事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砸在了桌子上 你 管事整个鼻子都塌了下去 满脸是血 你找死 一个后勤管事 若真是一点实力都没有 也镇不住场子 此刻 一股灵永静的气息 在那管事的身上猛然迸发 好强 刘管事竟然有这个实力 这是灵永 而且是前期巅峰 在一群主流灵肉前中期的庞戏眼中 此刻的刘管事 强得恐怖 小子 袭击后勤管事 我有理由认为 你图谋不轨 还是跟我行堂走一趟吧 刘管事面色发冷 他看着苏木淡淡的 手中是渐渐涌动的灵爵 哦 是吗 只是苏木却仿佛不在意 而是继续伸出手 朝着刘管事的脑袋 抓去 找死 看出苏木意图的刘管事 眼神一狠 直接一掌 拍向了苏木的胸膛 同样的手段 还想搞自己两边 当自己眼瞎吗 他早就投靠了苏梁的父亲苏子洛 别说是攻击苏木 只要别杀了他 让他重伤都没事 只是此刻 苏木眼中神徒一闪 整个人猛然放大 一声胸吼 瞬间让刘管事的动作一现 紧接着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个远比之前巨大恐怖的手掌 一把扣住他的脑袋 然后同样的动作 直接朝着桌子砸了下去 碰 在苏木巨大的力量下 木制的桌面瞬间崩塌 苏木提起刘管事 血淋淋的脑袋道 刘管事 清醒一点了吗 啊 我杀了你 在苏家这么多年 他那里受过这般屈辱 只是 他引以为傲的灵气 在苏木手中 好像丝毫没有作用 自己的灵气 接触到苏木的身体 瞬间就消失一空 在他那恐怖的怪力下 自己丝毫没有反抗的余地 看来还没清醒 苏木看着刘管事的眼睛 一笑 碰 你 代家主不会放过你 刘管事怒吼挣扎 灵气覆盖在了自己脸上 碰 灵气震炼 不 停下 你等着进行堂吗 苏家 嗯 碰 你 碰 我 碰 咕噜 周围的庞戏 早就没了动静 太凶残了 一个灵勇气的高手 在苏木的手上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这还是那个 不能修炼的废物吗 不过更让庞戏子弟 极度和震撼的 是苏木的眼睛 那亮起了左眼 里面珠网般的皱纹 显然就是神徒 天 这八公子 竟然成为了神师 那可是地位尊贵无比的存在 任何一个宗门势力 永远都不会拒绝一个神师 饶 饶命 不知道第几次 刘管事 终于是撑不住了 此刻 他已经是满脸鲜血 整个脸上被刺入了无数细小的木渣和碎石 清醒点了 清 清醒了 很好 苏木拍了拍刘管事的脸庞 在他的指缝里 是一根根透明的 比发丝还细小的软针 随着苏木拍打他的脸庞 一根根软针被苏木精巧地刺进了刘管事的头骨缝隙 如同下人的形状一般弯曲在骨缝中 被淡淡灵气包裹着 苏木站起来道 苏梁的灵爵塔 还有多少时间 啊 苏木眼睛一眯 道 说 刘管事 是颤巍巍地翻了翻 道 还有207天 呵呵 苏木冷笑 自己的二哥还真是不手软 这么个数 恐怕不仅仅是自己 不少旁系的时间都被他搜刮了吧 全转给我 啊 刘管事一愣 怎么 他能见 我不能 看着苏木阴森的眼神 刘管事一颤 连连道 能 他还能借阅多少书 72本 也转过来 拿着手中洁白的玉牌 看着其中夸张的时间 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 还有 苏梁有多少零食零药 闻言 刘管事苦笑道 八少爷 那种东西 哪能剩下 苏木一想也是 淡淡道 那好吧 不过 这四年 你克扣的零食零药 我给你七天 七天你拿不出来 就拿你脑袋长了吧 这 刘管事嘴角一抽 苏梁拿走的 怎么算到自己头上来了 自己的刁难折辱 可都是苏梁的老爹兽艺 而克扣的零食 自己都一分 不少地交给了二公子苏梁 但是看着苏木的样子 刘管事 还是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而苏木 更是直接砸了后面的橱柜 将里面的零药丹药 一扫而空 这些事还没发下去 每个月开始三天发放资源 今天是最后一天 零药和丹药 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是现在的苏木来说 蚊子再小也是肉扫荡干净 旁边的管事 也不敢多嘴 苏木淡淡道 祭苏梁杖上 接着揣着丹药 扬长而去 管事看着苏木远去的背影 暗暗道 还他四年的零食零药 呸 什么东西 别说自己拿不出来 就算室友 也不可能给他 找二公子 自己就不信了 一个废物主家 就算是成了神师 还能翻天不成 走出院子 苏木眼中神徒消散 慢慢成为了正常人的模样 这一次他事先穿了宽大的白袍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神通而直接撑破 他看到了庞系大群的涌出了院子 知道那管事恐怕大发雷霆了 只是苏木冷笑 那家伙最好不要搞什么要恶的 自己可是在他的头骨内 嵌入了舌盘软针 只要稍稍刺激他的头部灵脉 就会瞬间激活 到时候 软针瞬间崩直 恐怕 头盖骨都能给他掀开 自己那不靠谱的老爹 留下的那本药经 倒是有些厉害的地方 一边走着 苏木能够感受到 在自己施展神通之后 自己身体中的灵气 会瞬间被血肉吸收 也就是说 自己在施展神通龙巷的时候 是不能动用灵气的 只是那管世的灵气 在接触到自己的时候 竟然也会被自己直接吸收 当然 自己取消神通之后 自己被吸收的灵气 会再次回到自己的体内 而那些吸收的 则会直接消散在天地间 只是 灵勇气那么弱吗 不至于 苏木心里盈盈有了判断 自己的魂力 恐怖比自己想象的更强一点 给老松拿了功法 自己倒是要抓紧去神格了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苏木眼中神出一现 这四年来一直刁难 克扣自己的后勤管世 再次克扣刁难苏木 这次苏木没有惯着他 一顿电炮加磨擦叫以后 把管世处的零食零药搜刮一空 在场的旁系此地看着木刀狗呆 苏木拿着东西朝着神格走去 一边走着 苏木一边吃着自己手中的弹药 因为最后一天 苏木只拿了一瓶宁气丹 和三株不入品的零药而已 这一瓶宁气丹也不过三列 普通人服用 需要运转体内灵气 慢慢吸收消化 但是此刻苏木完全用不到 因为他现在本身就处于饥渴状态 整整四年没有吸收灵气 任何灵气进入体内 都会直接被吸收殆尽 才一进阎武山就被人注意到 普通的旁系此地虽然好奇苏木怎么来着 但是也没有找事 毕竟他还是主家的身份 因为摆在那儿 前面的给我停下 突然一声大喝 在苏木身后响起 苏木脚步微顿 回过头 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身后跟着几个小弟 走到了自己面前 你就是八公子 这肌肉大汉赤裸的上身 一双眼睛微微发红 眼神中 带着的是对苏木毫不遮掩的怒火 有事 看到苏木承认 那男子低吼道 我弟弟是你杀的 你弟弟苏木一顿 马上想到了今天上午遇到的 那个目中无人的旁系 玄机道 苏号 果然是你 那大汉石拳头紧握阴惨惨的 我就是他的亲哥哥苏莽 苏莽接近苏木的耳朵道 我现在只要不杀你 将你打成残废 一点事也没有 哈哈 八公子 这次恐怕你失望了 莽哥虽然是旁系 但是已经被代家主提名了 现在莽哥已经是刑堂的人了 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对主家 为命是从了 我看啊 八公子 你还是赶紧求柔吧 苏莽面容残忍 只要进入刑堂 苏木不死 也差不多了 刑堂如今 就在苏梁父亲的控制之下 苏莽干什么的 突然 一声清脆的女音在旁边传来 一个身穿青涩如群 面容娇美的少女走上来 少女连不轻疑 一张脸蛋白痴 鼻梁小巧精致 婴口红润 眉风清淡 三小姐见到少女 苏莽放下了苏木 和周围的其他人一同见礼 苏木眼神一动 面前的少女还有几分熟悉 是自己大伯的女儿 苏莺 你是 苏莫 苏莺看到苏莫 打亮了她一下 看到她头上的鼻语鬼念簪 不由反应了过来 没错 当年自己父亲发第一次 带着自己来京城治病的时候 她看中了自己母亲 留下的鬼面逼御单 死活都让自己送她 自己不答应 她更是刁蛮的耍横 结果被当时的自己 狠狠教训了一番 如今四年过去 自己停滞不前 此刻的苏莺实力 已经在自己身上了 你们是什么情况 听了苏莺的话 苏莫眼中发红 抱拳道 三小姐 这废物杀了我亲弟弟 苏莫门言 多看了苏木一眼 她可是知道 苏莫现在已经接近了林永熙 这还是庞系自言极少的情况下 若是有招一日败入宗门 恐怕这苏莫极可就能一飞冲天 所以苏莫也刻意和她交好 而苏莫不过是一个废物罢了 而且自己当年可是被她羞辱过 想到这里 苏莫眼中闪过一丝讽刺 她走上前来道 都是自己人 何必动手 看着苏莫阴沉的脸色 苏莫轻轻一笑道 不过八地杀人 还是过分了 苏莫冷笑道 三姐 你不是练武练傻了吧 都说女人兄那无脑 怎么你长了一副男人身子 你还这么蠢 既然把自己当傻子 那自己也没必要喝她喝喜 你也开始还好 听到苏莫讽刺自己的身材 并且感受着周围庞系的目光 苏莫面色长红 满眼怒涩 苏莫眼中带着一丝阴狠 道 今天就是演武台证明 我能进入前十 而你 连演武台都上不去 证明战前十 苏莫嘲讽道 我说三姐 你是真的不怕丢人啊 庞系谁敢挑战主家 主家这一代一共就九个人 你可不是前十吗 你苏莫张了张口 感受着周围庞系的目光 羞分异常 这个混蛋 四年不见嘴还是这么多 苏莫说不出话来 狠狠跺了跺脚 道 把她弄进行堂 我做主 找二哥给你一个月的灵绝塔时间 气得苏莫扭头变走 苏莫眼前一亮 自己本身就要弄成小的 没想到还有平白的好处 望着离开的三小姐道 三小姐放心 我盯上她 再也踏不上这武德山 而苏莫当即围了上来 一把揪住苏莫的领子 残忍道 八公子 跟我走一趟吧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 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苏莫直接要害的 回怼了心机的三姐 三姐也恼羞成怒的放下话 让苏莫收拾苏木 听到这苏莫气焰 更成一把 抓住了苏木一 你再碰我一下 手就没了 苏莫等人 听到这话都是一愣 缓过来的苏莫狂笑 看着周围的庞戏道 你们听到了吗 这个废物说 要让我手没了 真是滑稽 一个废物 也敢开这个口 你就是连莫哥 一个指头都掰不动 在看到苏莫得罪了三小姐之后 原本略微收敛的庞戏 都忍不住开口嘲讽 被三小姐记恨 加上三公子早就想杀了他 恐怕进了刑堂 这小子也出不来了 哈哈 苏莫正笑着 却感觉肩膀一凉 旋即一股无法言喻的剧痛 轰然传来 啪 在所有庞戏呆滞的目光下 一个被生死下的手臂 打着线 摔在了众人面前 现在 信了吗 你 你念 苏莫满头大汗 捧着伤口手臂 连带着胸口大片的肌肉 被扯下来 那是比直接断臂 痛苦无数倍 而更让他惊恐的是 苏莫此刻 竟然化为了巨人 他的身高 足有一仗 他的眼中 闪烁着诡秘晦色的皱纹 神师 他竟然成了神师 苏家的庞戏 现在胆子不小啊 苏莫冷冷看了一眼周围 竟然让所有人进入寒蝉 之前辱骂的人 甚至冷汗直流 庞戏如主脉 那简直就是做死 若不是之前 以为苏莫是废物 谁敢调笑 但是转眼间 那个被人以为 要进行堂的废物 竟然化身成了高高在上 拥有恐怖力量的神师 此刻 看着苏莫的爆发 周围的人 仿佛看到了 四年前 那个无法无天的 长安京都魔头 又回来了 苏莫扫视 周围所有旁戏都低下了头 在看到苏莫身上 灵气涌动的瞬间 他们知道 他的修行天赋 恐怕回来了 而此刻 看着苏莫没有主意自己 苏莫面色异狠 他强忍着剧痛 另一只手猛然凌厉蹦践 开山印 苏莫嘶吼 轰出了自己最强的一招 不好 周围的旁戏面色一变 那可是苏莫最强的招式 凡街中品灵爵 开山印 此刻 苏莫察觉到灵气翻涌 想也不想 转身挥手就是一拳 只是在周围人眼中 那轻飘飘的一拳 哪里是苏莫灵爵的对手 苏莫的左手 裹挟着空气激荡的哀鸣 如攻城锤般 狠狠轰击在了苏莫手上 碰 咔嚓 一股凶悍的力量 瞬间将灵气粉碎 苏莫面色瞬间苍白 眼中是无比的惊恐骇然 不可能 他的双臂 在第一时间 炸成了看不清形状的肉泥 崩裂的手臂骨茶 直接刺穿他的唇舌 整个人倒飞 出去两丈 在地上翻滚半天才停下 啊呀 倒地的苏莫 发出绝望的哀吼 而苏莫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 走到之前嘲讽自己的人群旁 他在一个旁锡弟子白色的衣领上 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淡淡道 不介意吧 此刻 看着如同巨人般的苏莫 他吓得面色惨白 牙关打扎 腿都软了 文言连连摇头 道 没 没有 八公子看得起 是小的荣幸 苏莫文言 似笑非笑 道 你是苏莲吧 正是小的 不知八公子 有何需要 小的义不容辞 定给公子办得漂漂亮亮 苏莫文言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好 我正有事要你办 苏莲嘴角一抽 自己就是客气下 这还当真了 只是此刻苏莫 还未解开神通 加上那一拳 秒杀苏莽的凶威还在 苏莲着实不敢拒绝 硬着头皮道 八公子 尽管吩咐 苏莫笑眯眯地指了 只躺在地上的苏莽 道 去 把他砍了 这 苏莲大惊 什么 让自己去砍了苏莽 咕噜 苏莲咽了咽口水 尴尬地笑了笑 道 八公子真会开玩笑 哦 苏莫神色一冷 道 你认为我在开玩笑 苏莫有一张扬 他的眼瞳中 炫亮的神徒燃起 占满整个眼瞳 在看到苏莫眼中神徒的瞬间 苏莲就知道 自己没得选了 自己不按照苏莫的吩咐做 恐怕自己就会是第二个苏莽 一个天赋恐怖 还兼职神师的苏家主卖子弟 别说打残了 打死几个庞戏 又能如何 仙字宝吧 苏莲捡起地上的刀 缓缓走到苏莽面前 不 不要 你做了 我家里不会放过你的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精彩 不要 不要 辽兄 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饶了我吧 看着苏莲刀已经举起了 苏莽慌忙想要挪动身子 但是苏莫之前的一拳 已经将他双臂打爆 整个人重伤之际 那里逃得了 别 别 啊 手起刀落 苏莽一声惨叫 脑袋飞出去树米 看着苏莲的果断 苏莫不由挑了挑眉头 这小子有点意思 此刻 苏莲来到苏莫面前 道 公子交代的 小的做完了 苏莫打量着苏莲 苏莫拍了拍苏莲肩膀道 干得不错 这时的苏莲提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心想活下来了 苏莫受了神通孝道 好些年没来了 想去演武场 找不到路 你给我引路吧 文言 苏莲嘴角抽了抽 你特娘骗鬼呢 从山脚到演武场就一条路 瞎子都能上去 捉摸不透 苏莫的意思 苏莲也不好拒绝 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拱了拱手道 小的义不容辞 武德山生机盎然 绿鼠琳琅 草木风貌 山峰半山腰以下 地势平坦 走在上山的大道上 能听到在周围的林间空地 发出的阵阵呼啸和打击声 苏莲指着山顶说道 山顶是留给主家的百米之内 绝对没有庞熙弟子打扰 刚才看到的都是庞熙弟子 在练习武学 在练破镜 虽然可以修行灵觉 但是因为练破镜的灵气不够雄厚 施展的灵觉威力有限 反倒是不如强悍的武技来的实在 一路上 苏莫倒是领教了苏莲的口才 虽然这丝被自己强迫领路 但是一路上给自己介绍武德山的变化 和阎武厂的新规则 还有心境强大的庞系子弟等消息 让自己听得轻松 简简单单就让自己了解了 这四年苏家子弟的大部分变化 而就在这时 在苏莫左边的林子里 却是涌动着一股雄浑的灵气 咦 苏莫眉头一挑 这一路虽然都有人在修炼 但是却是第一次发现有人修炼灵觉 那边修炼的是谁 那边的应该是九小姐 哦 苏莫心头一动 小九 她来苏家了 九小姐是说的自己三姑 二女儿李文柔 自己三姑苏子婉 嫁给了当今圣上亲弟弟 金华亲王 大女儿天赋异禀 早在三年前就败入了苍兰院 而二女儿和自己一个年纪 天生灵脉粗壮 力气强大 自己三姑是自己爷爷 当年在战场上捡到的女娃 和苏家并没血缘关系 苏廖开口道 九小姐天生勇武 灵脉粗壮 不适合修炼皇族的云泽典 家主早年曾在得到一本 镇海典 却正好契合九小姐 所以 此刻那边灵气带着水性 应该错不了 也是因为亲王那边的灵术 都是辅助云泽典的 不适合九小姐 所以 前几天九小姐才过来 在苏家灵绝塔选了几个灵术 苏木点头 这些他可是比苏廖清楚 当初在苏府 和自己最亲近的人 就是小九了 只是在五年前 彻底掌握 镇海典后 他就被金华亲王带走了 苏木道 走 过去看看 文言苏廖 却是苦笑道 八公子 九小姐脾气可不好 他立下了规矩 在他练功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准过去 否则 他绝不轻饶 曾经一个庞戏 意外闯入 直接被打了个半死 四个月没能下床 要是您想过去 小的在这里等你好了 不过 您最好也等九小姐 练完了再过去吧 苏木文言 只是笑了笑 也没强求 只是问到 现在他什么境界 大概在零永期了 要不然九小姐 也不会修炼灵绝 苏木心头一动 这小妮子 看来还蛮努力的 小九 可是天赋 比他姐姐还高的天才 若不是他灵脉粗壮 提升修为 需要更多的灵气 恐怕如今 还会更加恐怖 苏木想到了 从前的一些事情 嘴角不由浮现 出了一丝笑意 朝着苏廖点了点头 道 那你先在这等着 我过去一下 嗯 苏廖点头 虽然九小姐有规矩 但是 这位也是主家公子 想来也没什么事情 而苏木此刻 直接就朝着那林子走去 越是靠近 苏木就越是清楚地 感受到空气中 逐渐浓重的水灵气 再穿过一片灌木 来到进入一片 高大的林子后 更听到了 施展灵树时产生的轰鸣 苏木的心头 竟然略微出现了一丝激动 在李文柔回亲王府之后 两人应该有三年没见面了 不知道 小九现在 什么样了 苏木面带笑意 终于靠近了林间的空地 此刻 一个身材修长的少女 身影正在林中闪烁 无尽的水气 随着她的身体起舞 化为一条模糊的蛟龙形状 随着李文柔的收成 而看到李文柔修炼的模样 苏木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她会立下练功的时候 不准任何人靠近的规矩 此刻的李文柔 仅仅只穿了一件 轻薄的白色沙衣 下身是梁国盛行的贴身橙库 那原本是因为梁国靠近草原 为了骑马设计的橙库 但是传开之后 广受练破镜女修士的喜爱 因为练破镜注重武技 修炼武技自然是需要各种腾转挪移 大唐传统的裤裙都不太方便 而此刻她修行水属性灵术 周身水气浓郁 全身都是湿漉漉的 原本就单薄的沙衣紧紧贴在身上 将那鲜细腰肢和与年龄不相符的 饱满胸脯勾勒的淋漓尽致 凉裤不够大腿 几乎将其两条笔直修长 仿如温软美玉般圆润的长腿 彻底裸露 水珠滑落间 可以看到那比例夸张的双腿 不带一丝坠肉 漆黑的长发术在背后 一同被水气打湿 整个人远远看去 仿如赤裸的出于美人一般 而就在苏木犹豫的时候 李文柔却是突然向察觉到了什么 朝着苏木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结果正和面带笑意的苏木对视 看到苏木面带笑容 李文柔眼中戴上一抹羞脑 道 混蛋 自己已经公开立下了规矩 没想到还有人不当回事 心中羞愤 李文柔修长的双腿一弹 朝着苏木 消行 感谢各位老铁观看点赞评论 下集更加